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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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要為各位做一個 實驗信 什麼叫做透氣 我想你必須要透水 水要能夠過去才是透氣 要有透氣孔 才能產生所謂的透氣 好 我們來做實驗 就是說你的髮片必須 水倒下去要能夠透水 才會所謂的透氣 你看我把水 倒在髮片上面 它是沒有辦法有任何透水的 我們接下來實驗看看 像DOMO HAIR這一種有透氣孔 透氣性非常好 也是量身定做的 透水才能透氣 這最簡單的道理 你如果連水都下不來 拿來的透氣性可言 給各位來做一個參考 那麼接下來我要為各位分析 價格 這種超薄的髮片 它一頂一片 大概一萬三 我們算一萬三好了 它壽命只有三個月 等於說你一年要買四頂 就是五萬兩千塊錢 那你每三個禮拜 還要再回去業者那邊 花三千塊 等於說你一年 大概要花八萬九萬 左右的這個費用 那DOMO HAIR呢 它是量身定做 它的價格在三到五萬這之間 當然如果你突把面積越大 它價格就越高 一般我們會測量它的長 寬 然後再乘以敵望 單價算出一個費用 它的壽命是二到三年 跟這一種超薄的四個月三個月 那不一樣 那DOMO HAIR它平均花費 像耗材交代這個 以我自己為例 一年大概是一千五百塊以內 那它每個月回來門市剪個頭髮 三百五十塊錢 那DOMO當然它還有一年三次的這個維修 那超薄這種年始 是沒有辦法做維修的 撕起來它有可能就容易破損 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你今天配一副眼鏡 你必須每三個禮拜回去業者那邊 它幫你戴 它幫你清洗 那多麻煩啊 而且你每三個禮拜要再花三千塊錢 你使用這東西 絕對不要影響到你的生活便利性 像我個人使用DOMO 非常輕鬆愉快 我每天穿好衣服 假設是這樣子 像我前言也沒有黏 我每天穿好衣服 我最後一個動作就是 戴上髮片 出門了 完全不用擔心風吹日曬雨淋會掉落 當然如果你要游泳 就要用游泳專用的教 但是我回到家 一樣我就把它放在髮架上面 OK 那我要出門 我就再把它 帶上去 就這樣子很輕鬆 不用吃藥不用打針 我就告別禿頭了 好以上的資訊 講座提供給各位髮友參考 當然我每個月有時間 我都會下到各個門市去跟各位見面 如果有任何問題也歡迎面對面的來溝通交流 謝謝大家